你資歷最深 差不多了 你2000年入行的 2002年開始拍戲 2002年 第一部《衝速人士》 2000年就是 為什麼你跟我們是第一部的 因為我剛進去TVB的時候 我沒有拍戲 就是做主持 哦 做小主持 星期六的音樂節目 音樂節目 下午那些人不是勁高音樂的 那麼勁高的 放學藝術 《週末任你點》 類似那些 類似那些 是音樂節目的 然後2002年才開始 找我拍《衝速人士》 原來你的第一部都是同樣的 是不是你也是第一部 你也是《衝速人士》嗎 是啊 我還跟他做一對 是嗎 雖然只有一兩場戲 拖著手走過就當是 是啊 我第一部是跟她們兩個 是啊 你們很有緣 是啊 我第一部是《夜晚奶奶大展哥斯拉》 對著她和Lisa姐 都18年了嗎 是啊 我再早點是歌手出入房 是啊 口水多過了 嘩 等你埋位 好 今天Icebreaker很開心 和一些TVB的舊同事 聚咎 其實三位有沒有合作過呢 我 黃浩信 胡定欣 和黃宗澤 黃宗澤 我和你拍過 那些旅遊節目 去日本 去日本 晚間看地球 你來和我煮一頓 煮一頓飯 對 煮一頓飯 黃浩信 我和你 都真的有問題 都真的有問題 我記得和詩君和你 有好幾個綜藝節目 有上過 但是 你有做過 頒獎典禮的 是藍絲葉 你記得嗎 那你都記得 有了年 這些不要提了 因為我不是絲儀的材料 說真的 你當時的感覺是怎樣 但你又去試 我看你很認真的 因為我們做絲儀 常常說話 他在念稿 你喜不喜歡嗎 我試完之後 就知道自己不要再試了 當然 我沒有你們那麼好 有時候我比較喜歡 準備好些東西 想好了 現場我可以有些 現在會好些 現在沒有那麼容易 以前很容易緊張 很多人的時候 或者一些很緊張 很大型的場合 自己就會 很多期望 我期望 我要這樣表現 要很流暢 要令觀眾很開心 變了很多東西 設定好的時候 去到現場 就糟了 可能不是那個時候 對 自己給了壓力 所以現在正在調整 很多場合 還有那個節目是Live 又多一重壓力 但那次也表現很好 多謝 你說完都笑了 黃浩信 就算是不能說 都可以看 這麼好一個人 唯有是這樣 多謝刀姐 黃浩信 我有沒有跟你做過 沒有 其實我想我跟你最大的關聯 都是因為我們的生日 對 我們兩個都9月9日 我們是處女座 很麻煩 如果我跟你做事 我想是 都很麻煩 但我覺得要試一下 會要求高 搞到周圍的人很辛苦 是 但我覺得 其實就是反而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 會這樣 你都會懂得怎樣 跟旁邊的人去 問你旁邊的人 你們跟胡定恩開工 辛苦嗎 很不辛苦 很不辛苦 很厲害 耶 很厲害 他不是要求多多 應該的 大家去調 例如拍戲 大家一起去調一場戲 我們怎樣做 或者在對白上 怎樣可以撿美去 一定會有 每個人都有 每一個演員 都喜歡演戲 都會去做 也知道你問了他們兩個 對 因為他們兩個 都是我合作好幾次的 拍攝 所以他們知道 你的圖案是怎樣 我想知道吧 你會不會自己不開心 你不會對外發出去 要求這樣 但在心裏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 或者對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在拍攝那個時段 如果 可能最後 自己最後的演出 覺得自己有些遺憾 都會放在心裏 會記住 而且會很響 可能後劇 播完幾十年 都會覺得 哎呀 我經常覺得那裡應該是這樣的 眼淚 遲兩句對白才想出來 總會有遺憾 絕對有 絕對有 但這些可能就是 再跟自己協調一下 就是一個遺憾美 很辛苦的 你知道嗎 是啊 要不就做好他 要不就不要留遺憾 是 我跟黃浩信聊一下 因為你好像沒有上過我這個口水的節目 沒有 你難請啊 黃浩信 我沒有請 是 是我沒有那個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 不過呢 你有一大段時間 就是不在香港 去了內地 沒錯 那個經驗是怎麼樣 其實主要是因為要隔離 所以不能回來 因為回來 兩個星期回去 但是又要隔三個星期 其實跟家人商量完之後 發覺太浪費時間了 你不如在那裡探索一下 所以就變成在那邊做了不同類型的工作 包括綜藝 包括可能參與那些劇集 包括了解他們現在的電商 自媒體 他們現在的整個市場的營運是怎樣 大致上去體驗了一年的時間 那一香港不用隔離的時候 就是內地不用隔離的時候 我就馬上飛回來 OK 那個體驗是怎麼樣的 比如 我想大家有興趣 不過黃中澤也有拍過很多電視劇 那跟香港是有什麼不同呢 我先講綜藝 我這次是第一次體驗他們的綜藝節目 他們是真的很多部機器 在不同的角落同時在捕捉著 你現場所有的表現 你現場 可能有一些是演後感 他會馬上抓你去採訪你 變成拿了很多很真實的素材 包括可能你說錯話 情緒激動 是 小小皺眉 他全部都抓到了 是 但他們都很保護藝術的 他不會說 因為你做錯一些特別的東西 然後將你去expose出去 為那個節目去拿一些收視 那樣東西 變成了整件事是幾pleasant的 是一個很難忘的過程 但對我來說很大的壓力 壓力 因為我覺得你是演員多些 剛才胡定欣都說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很多攝影機的綜藝節目 好像真人Show那樣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黃忠澤好像試過 我試過 你好像很歡喜 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他喜歡玩 其實誰會歡喜 24小時 有個攝影機對著你 我又不歡喜 我最初 他和我開會的時候 我們要拍一個 好像是行山的節目 不是普通行山 走兩個小時就算了 他是由四川 村莊走高山 我們最高是走到五千海拔 四千多 五千 有高山就是有危險的 有沒有裝備 有裝備 就是我要帶的東西去 他就和我說 你進去就開始走 走幾天 幾天 然後我說 那生活方面 不可以洗澡的 我心想 我還記得拼的 大哥 沒得洗澡 我只是很掙扎 我只是掙扎 死了 沒得洗澡 摺好還是不摺好 怎麼辦呢 那自己的腳又傷過 又不知道有什麼後果 是不是 那最後摺了 那我還記得 去這個節目之前 我還在泰國拍的外景 就是 或者一部劇拍的外景 然後他們突然拿了一條毛巾 很冰涼的毛巾給我 一包包獨立包 莊藥原色的戲 嘩 這個毛巾 我立刻叫人幫我掃貨 帶他走這個山 喔 每一晚就自己在那裡 就是沒得洗澡都抹一下 對 我真的有潔癖 那個雙毛巾 是不是都會自己抬上去的山 對 因為沒有人 助手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整個過程幾久 拍了幾久 差不多一個星期 五天幾 如果在山上 之後再下來 拍一些感想 說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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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幾有趣的 都幾難忘的 對 惹我大便的 哈哈 是不是都會打的 打格仔 他沒有 因為真的會掘個洞 掘個洞 掘個上門那裡 你蹲進去 你這樣 那當然是神早去好一點 越早去越好一點 清晨的環境 哈哈哈哈 胡定欣呢 可以不可以的 你拍這些 真的如果有一個提供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究竟有幾多部機 可以 放心 是多到你 你猜不到有的 很多是透過看 綜藝節目 而得知周邊的crew 因為他們有時候 那些crew都會入鏡 真的很多部機拍出來的 是那些crew多過演員 沒錯 那我想 可能你事先 但也要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自己就有個狀態在 但是我猜三位始終都是喜歡拍戲的 就是做劇集、電影都是首選的 最愛 最愛 沒錯 三位那個入行的時間都超過20年了 超過 你還沒嗎 我還沒差一點 你這麼小 四四五入行了 是嗎 那你自己說吧 十八年了 十八年了 演變有什麼 因為20年的演員 十八年都做過很多很多的戲 有沒有察覺自己 又改變 進步就一定有了 沒有進步就真的要打屁股了 有沒有改變 有沒有對演戲有一個瓶頸位 有一陣子都很討厭 或者是越來越喜歡 或者有些角色 為什麼你們都不找我做的 做極都是這些 黃中澤先王 你知力最深 是啊 差不多 我和你 2000年入行 2002年開始拍戲 2002年 我沒有拍戲的 就是做一下主持 哦 是啊 做一下小主持 星期六 忘記你又做主持 音樂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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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的那些 不是勁高音樂 那麼厲害的 什麼周末任你點 類似那些 類似那些 是音樂節目的 然後 2002年才開始 找我拍《沖上人笑》 原來你的第一套都是同樣的 是不是你也是第一套 是啊 你都是《沖上人笑》嗎 是啊 是啊 我還願意跟他做一對 是嗎 雖然只有一兩場戲 拖著手走過 就當是 哈哈 我第一套是跟他們兩個 哦 是啊 你們很有緣 是啊 我第一套是《夜晚奶奶》 《大展哥斯拉》 就是對著她和Lisa姐 都18年了 是啊 我再早點是歌手出入行 時間 但是是啊 有時候我們放在這裏 就不記得原來是過了這麼多年 是啊 好了 那它改變是什麼呢 就是做戲是越來越愛的 還是怎樣呢 越來越愛的 就是如果你不愛 我相信做不了這麼多年 嗯 就是你和你每一次看那個劇本 嗯 和你自己積落自己的經驗 嗯 每一次看自己的演出 嗯 那你就會慢慢慢慢再 再挖心一點很多東西 比如說那個角色 就是怎樣可以再挖心一點 可以再演多些東西 加多些東西給她 嗯 等觀眾去看得再投入一點 嗯 還有很想試不同的東西的 嗯 就是譬如好像我上一次那部《法證》 嗯 我就做一個怪人來的 嗯 就是我可不可以 不要經常都是很人走出來 戴著黑超 嗯 可不可以試一個 就是看了這麼多輯 就是我跟那時候和監製 導演開會 或者編議開會 我可不可以做一個 有一點怪癖 嗯 就是一個怪人 就是不要這麼正常 可以試一下觀眾的反應 就是看一下 他們是否接受 可以用這樣的手法 去表現一個法證出來 嗯 就是他們都會肯試 你自己呢 覺得呢 就是做完了之後 我開心的 就是我開心 就是我不管你 是不是喜歡 或者我都是喜歡之前那個 是 首先你先不討厭 是 原來都有一個方法 可以做一個這樣的角色 是 就是不用一定說很正經 出來很帥仔 戴著黑超 就是我又想 整天都試一些新的東西 嗯 是 胡定欣呢 做了這麼多年 有什麼心得 啊 沒有心得不敢說 但是我相信 這個演員之路 其實反而 對於20年前的我 是帶來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想如果我沒有入行 走演員這條路 就是因為一開始我喜歡唱歌 我想成為歌手 但是跟著 一個機緣巧合 我就走了 演員這條路 在TVB 就是做了這20年 我覺得他 反而是演員 令到我成長 嗯 因為如果我沒有入行 可能我做一份秘書的工作 我未必會想那麼多 去了解自己那麼多 還有人性 人是一件什麼事 或者關係 生活很多 很多息息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是從這些一點一滴 反而是從演員這個崗位 去令自己領悟到更多人身上的東西 那我會覺得 這段時間就是 胡定欣的角色 和他的氣內氣外 是一起成長的 嗯 有沒有什麼想做的 有沒有什麼未做過的 有什麼角色 很多東西未想做 我想我這幾年 有一個比較深一點的感受 就是 一路以來我都是做一些 幾強行的角色 嗯 我幾想試一下 你一個180度反 完全是 大家沒有想過 定欣是 不僅只有這一點 提議多些 變成一個小鳥的 因為真的 有時候這個狀態 維持了一段長時間 都有點累 自己都會悶的 是的 黃浩遜有些不同 你剛才也說 你是歌手出發的 是 後來變為演員 兩者 你現在怎麼看 現在 我又覺得現在 去到這個 社交媒體 暫時最頂盛 的年代 其實有很多東西 已經跟以前不同 譬如以前我們 做賣唱片的階段 可能因為MP3 因為翻版 又會令到整個市場 我們的收入又減少 變成我們做電視台的音樂節目 去到那裡的時候 一開始 由本來你被人訪問 去到你訪問人 又開始 那時候又覺得 好像有些 很奇怪 心態上 跟著做一做一做 又變成演員 一路去到現在 第一個最大的領悟就是 以前前輩經常說 時間過得很快 以前小時候不覺得 你二十幾歲 每天 時間過得慢 尤其是讀書那時候 很辛苦 很漫長 但是現在 原來差不多都40了 即是時間過得快 第二 去到現在 我覺得 你整個 你提供的 content 是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已經是 你有drama 有音樂 有acting 有很多的visual 有很多不同元素 在一個作品裏面 所以其實是幾分不開 音樂 跟現在我們做acting的事情 那 based on 你剛才你說 平頸位一定有的 你用某一套功夫 打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那套功夫 好像打不出什麼了 那段時間我就 去了外國 那時候是什麼時候 19年左右 那段時間 也都是 整個環境比較 差一些的 一個階段 我去了紐約 我去上了一個 大概半年的acting course 那段時間 去體驗一下一個 完全不同的演戲氛圍 就拿了一些新的東西回來 就放了在 之後的那些作品去實踐 發揮到作用 我覺得很不同 起碼我自己的滿足感 和我自己想做的某些東西 在那裡 我拿了一些元素回來 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是一個提升 自己追求上的提升 所以我跟他們兩位一樣 都是很熱愛這個行業 也都有想過 我以前做平面設計 你叫我去做其他行業 算了 我已經投放了十幾二十年 我熱愛這個行業 不如我接下來的三十年 就繼續